今天我們來的是月梅坑瀑布 首先是從聖母聖鐘臨開停這場旁的這個水管橋出發 然後沿路先高繞過去吧 中間會經過這個土地宮廟 如果信仰方便的話可以先拜一下 高繞走到後面可以看到這個橋 如果繼續走就是登山路線了 所以如果是素溪的話就要從橋旁邊下去唷 今天的水量明顯大了很多 所以原本這邊可以玩磚洞的 結果步伐僅僅到一半就會被水沖出來了 然後沿路有一些地方還可以玩飄飄河呢 也有一些地方可以稍微攀爬一下 再加上水比較大一些 所以更有挑戰性 那一整個月 還有一整個月 就好還有三個月 這個月 中間會遇到兩次支流 第一次先走右邊 然後第二次再走走 不過建議還是可以看一下地圖確定自己的位置 接著一直走到底之後就會看到這個瀑布了 如果攀岩能力OK的話可以從這邊直接上去喔 我就算上不去也可以先在這邊玩下水啦 玩完之後不想攀岩上去的話就走高繞去越美坑瀑布吧 中間如果看到這個插路的話就走左邊 高繞走到底就會到西邊了 一樣繼續上速吧 然後進去看水球就可以看到瀑布了 然後進去看水球 然後進去看水球 陽光微微的照射下 因為瀑布真的超級美的 所以還蠻適合拍照的 可惜今天瀑布的水量很大 所以免法鋪降了 不過我們還是想垂降 所以到了瀑布旁邊這邊解解蟬吧 我們現在看水球 看看水球 到最後要進去看到水球 然後進去看水球 然後是在水球 然後進去看水球 再進去看水球 然後進去看三星球 進去看水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